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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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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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又在我凡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去哪裏 今天又去尖沙咀了 我們今天不是乘地鐵 但是乘巴士到來都會經過地鐵站 尖沙咀地鐵站B2出口 就是這個 我就不回應站口的位置 因為後面有B1 B2 首先出了金馬輪道出口 上次吃的燒味 人場比較差 我也不再說 只可以說這間燒味 我就不會再去吃 今天去吃什麼呢 今天去吃左手牛清湯腩 這間餐廳看起來好像幾正 因為它裏面有雞吃 很有趣 我看看它有什麼龍鳥 其實這間餐廳 一直在金馬輪直落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因為不用迂迴曲折轉來轉去 不過會走遠一點 也是上次有一間 我吃點心印象 都不是那麼好的點心店 都不提名 都是那句 有些不好的餐廳 我都不想再提名 我現在一路走過去 其實現在一直過了燈位 再轉右 走過對面馬路 再直走 這樣就已經到 好了 現在一路走 我都不趕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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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到了 左手牛 清湯腩 入去坐下再說 胃也挺多 右手牛 清湯腩 入到這間助手牛 清湯腩 裡面食種類繁多 價錢當然會貴一點 我覺得也很合理 價錢也是 45 、55 、85 、88 等等 因為有些限量的東西都會貴一點 還有就是下午茶 下午茶有牛腩、魚蛋、麥魚丸、雲吞、牛腩、牛筋 可粉麵都有 最貴當然是牛腩48 其餘都是38 即是加8 元還可以配小食 加飲料也是加3 元 我覺得可以 可接受 熱飲就不需要加錢 可以等東西來到 再和大家慢慢談 等單來到我再告訴大家 我們點了些甚麼 我們點了些甚麼 點了一個爽爛麵 當然我點爽爛 他們有告訴我 他們說 爽爛會硬一點的 你知道嗎 我便說 知道 所以他們都頗有良心 會告訴你們 怕你們來到 然後說 這麼硬 吃不到 他們也有說的 加上凍檸茶 然後就點了 三紅雞拌麵 凍奶茶 小甜 然後點了 魚蛋可 下午茶 這個 點了 凍咖啡 小甜 然後 炸麥丸 5 粒 暫時就這個價錢 老婆還在看 可能要點東西吃 要看看要點甚麼 一開始說這個清湯爽爛麵 價錢88元 其實有三樣東西是限定的 崩沙冷 牛坑冷 都是88元 首先 我在這條片 第一樣菜式說之前 我很強調再說一次 很多人都會說這個問題 就是 為甚麼你不拍一個完整的菜式 告訴我們 它來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首先 我在未說這碗菜式之前 那個短片 大約接近8秒左右 那就是一個完整的麵 大家可以用少許時間 我知道大家是用兩倍速來看片 不要緊 但都可以用少許時間看 完整那碗菜式是怎樣的 有人就說 這樣的價錢 你都說便宜 只有三兩塊 你都說便宜 不好意思 亦都是用你少許時間 浪費你少許人生而已 如果你真的有心看我的片 麻煩 看多一點時間 在我說這段之前的8秒 就會有一個完整 不止三粒牛腩的短片 讓你們看到 我不是電視台拍片 我不會是未拍完整一龍夜 我可以說到味道 我一定要試過才會說得到 這件事 為甚麼到現在都一定會這樣做呢 就是告訴你 根本我不是在電視台邀請拍片 怎會像別人這樣 二十多三十龍點心放在這裏 然後說很好吃 為甚麼全部都沒有動過 接廣告就是這樣 大家要懂得分哪些叫做廣告 哪些叫做不是廣告 我不敢說自己是否真實食品 大家自己去想吧 一開始說說這碗麵 這碗麵來到 我第一感覺 就是它的湯很多 我很欣賞 還有 麵底是爽口的 我們拍完照片之後 現在的東西還是很爽 再加上爽腩來說 它一開始試鏡不錯 爽腩一定是很硬的 到時怕你照不到 先告訴你 這件事我覺得很欣賞它 牛腩質地很好 咬下去是會硬一點 要用點壓力 但不至於照到完全咬不到 咬不咬到是很因人意義的 不是我說咬到就咬到 大家衡量自己的壓力 做不做這件事 才決定吃不吃 牛的味道不是很突出 普通點 比較點到即止的 不熟悉的 哇 牛的味道很厲害 很棒 有很多牛骨熬的味道 它不是 因為這個湯底也不是很厲害 是比較普通的 淺嘗的 如果你看菜單 它會寫是用魚湯豬骨來熬的 但這東西真的比較普通 我感覺到像一碗普通的魚湯 不是很突出 另外蘿蔔來說 我說不到 這裏三塊 來的時候也是三塊 走的時候也是三塊 不過老婆就會嘗試一嘗 告訴大家蘿蔔是怎樣的 蘿蔔烹調得不錯 簡選的蘿蔔也非常好 裏面是有少許很輕微的甜味 應該是用糖煮過的 外皮粗下的纖維也沒有 蘿蔔切的大小都相當合格 因為放進口 不需要咬很多膽 就已經KO了一件蘿蔔 大概是兩至三膽 都已經吞了下肚子 蘿蔔的汁水很多很多 吃起來 它外面已經吸收了牛腩麵的汁 而裏面有少許甜味 兩樣味道合併 都是很好吃 這碟是炸麥丸 一碟有五粒 價錢三十八元 屬於小食類其中一項 拿到上桌的時候 馬上相當不錯 其實麥丸的體積都不算太大粒 因為本身它炸起的時候 是比現在鏡頭面前 見到這個體積輕輕大一點 現在輕輕暖一點 它就已經有少少縮碎了 不過也證明它不是加太多粉一起攪拌 攪拌完之後才做這粒麥丸 麥丸的口感非常欣賞 因為夠彈牙 還有裡面是有麥魚粒的 這些真的咬下去 脆薄薄 還有有煙韌的口感 我特地夾了出來給你看 而且它旁邊也拌了泰式雞腸一起吃 如果見到這碟麥丸 比起我喜歡吃的那間超龍園 它略為小粒了一點 還有它炸的時間 如果它再久一點 那就會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它金黃的程度是有 不過不算說比起超龍園更加好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如果它炸久一點就好一點 還有它拌了兩片青瓜都相當不錯 這個就是超值下午茶餐 裡面加的鮮爽脆魚皮 一份是8元的 想不到來到8元是有這麼大份的 魚皮來說雖然是小塊一點 有點像舉躍一樣 以為是合成魚皮 或者是假魚皮 不是 這些是真魚皮 還要很爽口 很夠冷 我覺得這碟9元很划算 裡面配料有薑絲 蔥 還有青瓜條 加了少許麻油 很香 還有加了少許辣椒油 一點點刀不多 我就是喜歡吃這些 有些人說 放得這麼辣 我就真的受不了 所以這個魚皮 它一定不是大魚皮 一定是一些小的 例如鯪魚那些皮 但是這個真的很好吃 因為真的夠冷夠爽 不夠冷的魚皮 不可以的 好像融化的魚皮 不好吃 這個認真值得吃 價值100元 所以大家如果叫下午茶 加上這個 是很棒 這個是酒地三王雞 這次我要了撈粗 價錢是58元 再加3元凍飲 所以套餐是61元 這次我居然吃撈粗 就不叫可粉 或者湯米粉 其實如果叫湯粉麵 是50元 這次我沒有指明 不要什麼部位 所以其實都預計了 它會給我雞翼 果然沒有給我猜錯 它真的給我雞翼 不知道為什麼一般餐廳 雞翼是否賣不去 每間都是給雞翼 那我就一般的雞翼 不過我都吃的 它都是配了蔥油 放在旁邊 那雞翼其實它烹調得十分之不錯 看不見都有點紅色 即它不是煮到十成熟 輕輕的也有九成半以上熟 那雞皮方面呢 它真的走地 所以你看不到很多脂肪在這裡 那雞皮我試了 是爽脆的 雞肉呢 它就不算太有煙韌度 很有趙頭那種 雞尾油 不過呢 它輕輕有點軟 還有少少 放在口裡就散開 那種感覺 但是它又未至於煤的口感 雞翼最好吃的部位呢 我就未吃了 那待會如果吃了 有更加好的效果 我會在食評那裡說回來 那整體上呢 這個雞呢 是雪得夠冰凍 我覺得它是雪過的 因為本身是有些冰凍的效果 除非裡面的冷氣是很厲害的 如果不是呢 這個冰凍呢 比起一般的室溫呢 就好像更冷了一點 因為我剛才呢 吃了老公半粒魚蛋 它已經暴露了在空氣很久了 它那種冷就不同 吃雞皮那種冷 所以我覺得它有少少冰凍 那至於煮食方面 粗麵呢 要一拿到上來 在趁熱的時候 就把粗麵和蠔油拌在一起 那碗的旁邊呢 它放了蔥粒 還有少少蒜粒 找回給你看 有少少蒜頭的粒 其實它放了很少的 所以吃的時候呢 都不是十分之各 另外呢 說一下粗麵呢 它有豬油拉了下去 所以有少少豬油的香味 蠔油它就放的份量比較少 麵底呢 蛋味不是很突出 但起碼沒有鹼水 吃得夠乾身 夠爽口 還有都是一條條的 夾起的時候 吃起來呢 算是挺好吃的 因為我也是喜歡比較爽口一點的東西 這裡絕對是夠爽 還有麵底是夠滑的 另外那個唐生菜 它都配了三四條 它錄的時間都剛剛好的 不會過濃 另外最後呢 它都配了一碗湯 那這碗湯呢 跟剛才老公那碗爽爛麵的湯呢 絕對不同 它是很濃很濃的白蘿蔔味 那你問我有沒有魚的味 什麼都沒有 它是白蘿蔔 加少少鹽調味 但是最主要喝到都是白蘿蔔味 那剛才老公都試了一口 你有沒有這樣的同感嗎 是啊 它應該是拌了一些蘿蔔湯下去 或者它綠蘿蔔 然後就拌這個湯下去 那整體上這個套餐收五十八元都合格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好欣賞就一般般 這碗是下午茶餐的首支魚蛋河 價錢就是三十八元 其實我們就喊了一碗小食加八元 這碗河分離到其實湯都不是太多 我們再放了一輪之後 直接吸收了一些湯 但是河分就不會說漲得很厲害 現在吸收的湯是很容易散的 但是河分的味道比較一般 而且不是很滑 如果水可來說 它也比較差 另外魚蛋我也吃了 老婆吃了半粒 我也吃了半粒 魚蛋的質素 它又有點像夏銘忌的質感 但是咬下去又硬的 那你才搞笑 我感覺這個魚蛋就不是我杯茶 我吃了就比較一般 另外魚片來說也是的 它好像有點粗粗的感覺 有點像紮肉 不像魚片 因為魚片如果滑一點就會更好吃 菜也跟得不少 你看看 生菜也給了兩條 我覺得菜也給了不少 另外它有些炸蒜和蔥 加了下去 還有還有糖芹 但是這個湯底也是很一般 我感覺就比較一般 如果河分來說 就不要點了 我反而覺得叫麵 魚蛋也是比較差 這碗東西就比較失敗 而魚蛋我覺得 就是比較像合成 魚的味道完全不太出 是很普通的 所以我說為什麼不點呢 就是這樣 好 接著說說這三杯凍飲料 每杯都是跟餐加3元 很划算 正餐也要加3元就有凍飲料 如果熱飲是不用加錢 更划算 叫了凍檸茶 凍奶茶小甜 和凍咖啡小甜 也是那一句 這次只有三杯 因為有一個小食不能加 凍檸茶來說 茶底起碼有兩款茶葉 亦有一款是我喜歡喝的 所以這杯凍檸茶我覺得蠻好吃 檸檬雖然只有三片那麼少 但是我覺得 嘩 緊緊熟 剁出來的檸檬香味非常好 另外那兩杯就是老婆說說 因為冰都溶得七七八八了 第二杯是凍奶茶小甜 居然如果看得真 就知道凍奶茶小甜 沒有凍咖啡小甜那麼好喝 因為凍咖啡小甜的杯 喝得很多 所以看到凍奶茶小甜的杯 仍然保持了很多份量 為什麼呢 因為茶底味是正常 但是喝完之後 喝得真一點 它是會有點粗口粗膩的 小甜的效果做得好 冰就給得一般般 喝起來就沒有那麼涼快 好像喝下去沒有那麼過癮 為什麼我說凍咖啡小甜的杯 出色一點呢 其實就是因為 我喝了凍咖啡小甜的杯 第一口 我就覺得很滑 誰知道我再喝凍奶茶小甜 再喝一杯 然後我再喝一杯 凍咖啡小甜 可以把凍咖啡小甜的感覺減退了 所以我很喜歡那杯凍咖啡小甜 喝一喝一喝就喝了三分之一杯 冰凍咖啡小甜的杯 沒有用得那麼快 小甜的效果做得非常好 所以喝起來呢 我也是比較喜歡 喝凍咖啡小甜多一點 還有本身的啡底也夠濃味 比起奶茶那杯 濃味的情況更加厲害 所以我也是覺得凍咖啡小甜 就好喝一點 還有它是喝完後會回甘 也沒有酸味 所以我覺得非常之好喝 好了來的美人照鏡 剛剛說完你喝 喝完就走了 接著就說說最後總食評吧 好了接著說說最後總食評吧 這間左手牛青凍腩 食質素的確不錯 當然有一樣東西 味道不像我想像中那麼好 就是那個魚蛋可辣 真的比較差一點 今天推介的是有這個爽腩麵 想不到這個爽腩麵 價錢是最貴88元 但是告訴你很美味的 還有服務員都很細心會告訴你 爽腩是怎樣的 你能不能吃吃 能否接受到 它才會和你下 但不會說 你說要的 我沒有叫你吃 它不會是有這些東西的 我覺得它很細心和貼心的 還有湯底我覺得挺好 清清的 雖然不是牛骨湯 那種 或者用牛肉熬出來的湯 那麼清新 但是我覺得也是很好吃的 另外當然還有魚皮 魚皮來講 如果想不到 更加8元 你真的想不到 是有這樣的魚皮給你吃 8元你想吃些什麼 真的沒有話說 這裡的冷氣很足夠 它都有三部分底機 還有開得足夠 坐在這裡不會覺得熱 我吃那麼久都不熱 還有位於位之間 也很寬闊 也很充足 不會吃到你很睏 想睏眼睡那種 完全不會 飲料當然到最後都不差 其餘老婆說說 我很少在粉麵店試撈醋 今天這個撈醋都相當不錯 麵質是好吃的 起碼沒有選擇水味 還有夠爽夠滑 還有有少許豬油味 蠔油方面就比較少 但是那種味道都很正常 不是非常甜或者非常鹹 它也有少許鮮味 還有它也加了蔥粒 蒜頭 拌起來是好吃的 還有起碼聞到有豬油的香味 都相當不錯 還有湯雖然是蘿蔔味 比較單調一點 但是我喜歡吃蘿蔔 所以我都覺得好喝 而且它夠熱 份量都比得夠多 雞翼方面就普普通通 可能今天我試到的部位 就滿滿的 但是說雞皮方面 它又很合格 其實它是夠爽的 夠彈牙 有少許滑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都相當不錯 肉質這個部位就滿滿的 雞中翼的部位 我覺得都是合格的 不過整體上 我都覺得雞肉 沒有什麼突出的感覺 所以我就不推介了 至於剛才老公提及的 爽爛麵和魚皮 我也很欣賞 還有今天的杯凍咖啡相當不錯 檸茶我看它喝得比我快 至於其他 我就想點羊腩可 或者羊腩米線 因為它說米線是雲南直送的 我也想點 還有冬菇的米線 但是因為又想去其他地方吃多一餐 所以這一碗就想下次再點 羊腩那方面它就說 現在天氣開始轉熱了 那就沒有羊腩賣了 可能要到冬天才有 糖水我也想試 它有一個淘膠的糖水 它說很好喝的 是跟另外一間甜品部很合作的 但是我又好像想試第二間多一點 所以我也沒有叫 其餘方面 都跟老公說的差不多 我也很滿意 這裏服務員的服務態度 還有它很主動講解給你聽 很少地方有的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好了 這裏真的坐得很舒服 真的有點不捨得走 因為第一 服務好 冷氣夠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裏了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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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